近日金管局要頻頻接買港元 還越買越大規模 香港走資情況有加劇跡象 一個星期已經首支超過500億港元 不過今日港會終於有些反應 今早早回升 一度升到大約7.844水平 創近一個月的高位 有銀行界人士就認為 現在走資速度不算快 亦都不見有資金加速撤離本港 港元測息方面 除了隔夜測息未跌近0.5點 去到0.15點之外 其他期限測息進一步攀升 一個月拆息連升5日 去到0.94點 黃良響就相信 在美國下一次加息之前 銀行體系結餘可能會縮減到1000億以下 相信本港銀行到時亦都會跟隨加息 不過摩根士丹利就認為 本港銀行是否加最優惠利率 取決於本港存款利率會否持續上升 但基於目前銀行存款 未有好像2005年的時候持續下降 銀行現在亦都沒有提升存款利率的需要 至今成本未有顯示上升之下 即使美國下次再加息 銀行家最優惠利率機會仍低 盡力賺 修 melts 完全 打浮找